教育局局长孙明药在今个月10日至11日曾经与家人去过东莞 她在上个礼拜五开始出现发烧、咳嗽、呼吸困难和精神不振等病症 在星期日入住玛丽医院,第二日转网深切治疗部留意 现在情况稳定,而她的家人就没有任何的病症 政府较早前已宣布孙明药因为高消入院,会休假至到星期五 期间由副局长陈为案,处理教育局局长的职务 67岁的孙明药患有神衰竭,需要在家里进行洗肚的治疗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郑汉成报道